關於瑪嘉莉醫院剛才提到的情況 都是剛剛知道的 我們就知道她的負氣壓 是停了大概30分鐘 但至於詳細有多少個病人 在當中或者其他情況 我們稍後才可以再公布 我們都要看看受影響的病人 是甚麼病人等等 但一般來說 現在我們在病房裡 近年病人都需要戴口罩 而我們醫護人員 都是有一定的保護裝備 所以都可以減輕各影響 但詳細的情況 都要看看究竟那個細節 當中有甚麼病人在裏面 我們聽說下午的時候 可能有些情況 我也不知道 我要進去看看 但你會不會都擔心 當然會擔心 但總之不要流出去 但我看到你都會戴普通外國口罩 N95 對 因為它負壓力 會戴普通口罩 但如果它壞了 你會戴N95 那空氣傳播 是否比較好 我想它們如果真的很重大 會戴口罩 東網上你看 新新座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.CCCOIN 和取豐富獎賞